好那接下來要公佈 兩人心目當中的年度TOP3啦啦隊 第一個 我必須要先吐槽 他的官宣照片選得不好 但是你看他其他的照片 第一個身材高挑 第二個他的氣質是可以非常多元 他可以可愛 然後也可以拍出那種有比較殺氣 比較兇 比較強悍的那種風格 最後一個第一名 這可能是這一集的重點 我必須還是Day Game 好今天這一集節目 是大家千呼萬喚 告訴我們一定要拍 甚至比賽季預測還重要的影片 就是我們新賽季的 啦啦隊戰力分析 為各位邀請到的是我的好搭檔 請聽主播 Yeah 終於要來錄這一集最期待的 我說各位觀眾最期待 我們兩個其實也是應大家的要求 因為真的非常多人 在影片下方留言 希望我們拍一集 所以我們就只好 抽空 因為平常我們也是 沒有那麼常一直在 看啦啦隊的IG或什麼 但是這次為了這集節目 功課是做得非常充足 我們也會在影片的最後 投出我們認為 新賽季 誰會是年度最佳啦啦隊 另外要選出 我跟情景 心目當中的Top3 好那影片開始之前 要感謝我的會員Yoyo 他幫我們整理了 六支球隊啦啦隊名單 然後還有包含他們的IG 所以讓我們這集可以 順利的進行 那這過程當中 如果有稍微遺漏的 也請各位見諒 第一支要看到的是我們的富邦勇士 那他們在今年離開的成員 由Yoyo就有一位 另外有Jesse的回歸 然後還有新加盟的栗子 卡洛琳大頭白白韓國的啦啦隊 李浩貞 富邦的戰力 青金主播有沒有什麼高見 我先從本土戰力開始說起 我覺得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的是 卡洛琳這一名新秀 去年我在擔任評審的時候 其實對他就有特別注意到 他的氣質非常特別 有一種神秘的氣質 大家可以去體會一下 至於我的話 我覺得李浩貞 絕對是新賽季大家關注的焦點 畢竟在籃球場 好像還沒有看過這種 外籍的啦啦隊 而且他那時候 都還沒有跳任何一場 就引起轟動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 新賽季大家可以多關注的 李浩貞 我覺得他有點像 田中千惠 田中千惠 有點年代了耶 什麼意思 你說話小心一點 喔 說一說 這盞不要用 這盞不要用 李浩貞給我的感覺 他是有一種 清新 然後有氣質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他跟整個 富邦Angels搭配 我覺得蠻適合的 那你覺得李浩貞跟富邦比較配 還是吳永勝跟富邦比較配 請講出你的答案 李浩 富邦Angels是去年的年度啦啦隊 他們去年有一個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戰袍 過去富邦Angels比較保守 清新的風格比起來 去年做了非常大膽的嘗試 有幾件戰袍穿在 丹丹啊 或者是奶昔 有特色的啦啦隊員身上 我覺得這個戰力 就會特別的出眾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希望今年富邦 能夠延續這個優良傳統 有助於他們挑戰年度啦啦隊 觀眾你看到現在你站還不按下去 你看我們這個情形主播 準備這一集的節目 那個資料多好啊 就不講了耶 重點還給他記下來耶 哪一套戰斧比較好 接下來要進入到第二支球隊 我們的新北國王 國王隊這邊離開的成員有小獅 就是余曉雯跟373 那另外加入了Yuki 曼平跟佩穎 上個禮拜才播完了國王的比賽 那我覺得國王隊 他們的舞保持一貫 就很有力量 B-Girl那種很帥氣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我最喜歡的一種 舞蹈的風格 但是他們戰力方面 折損了373 轉戰台鋼烈鷹 讓我覺得有一點惋惜 沒有辦法在這場邊能夠看到他 因為我覺得蠻喜歡373的 但是也加入了像是Yuki 他是統一師的隊長 然後還有曼平 他也是來自統一師 過去有經驗 我覺得雖然說 他的人數最少 但是戰力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的強 我覺得講籃球 我很能講 但是沒想到你講拉拉隊 這麼能講 像他還頭頭是道耶 你這個變態 國王的好 我這邊是覺得 沒有想要特別發揮的地方 我們進入到下一支球隊 林昂園這邊 他們其實今年算是一個大喚起 走了橘子 Mika 安安 Taco 可喬 跟千瑞 那我個人覺得是橘子蠻可惜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喜歡橘子 不要懷疑就是在收你 看影片那個 名字我就不公佈了 至於他們加入的成員有 友友 欣玄 寧寧 凱莉 雨萱 可萱 佩辰 千惠 芽 芽 熔熔 哇其實非常多人耶 我必須要講 領航園的新加入陣容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關注熔熔 我必須要先吐槽 他的官宣照片選得不好 因為如果你單看官宣照片 你可能會覺得沒有那麼驚艷 但是你看他其他的照片 第一個身材高挑 第二個他的氣質是可以非常多元 他可以可愛 然後也可以拍出那種 有比較殺氣 比較兇 比較強悍的那種風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聽到他IG有cover一首歌叫 愛上你不需要理由 我的媽 愛上你不需要理由 你也愛上了就對了 我沒有 我先不要亂講 你不要代替我發言 我一直說唱得很好聽 有機會我們可以互相cover一下 所以他會是我新賽季關注的成員 不瞞你說 在新增的這麼多成員裡面 熔熔也被我highlight出來 英雄所見略同 新賽季跟聯盟喬下啦 逃遍都給我們播啦 再來你有過過錯 我第一眼打開他的IG的時候 我以為我點開了王靖的IG 你知道嗎 有一種空靈的特質 就像小胡說的 他的風格可以很多遍 看了更多他的照片之後 我又想到另外一名YouTuber 他叫做品子 所以新賽季我覺得還蠻期待他的 那另外還有可以關注的一名叫做千惠 過去拍過不少廣告也是走這種透明系 然後清新氣質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好好的關注他們一下 馬上進入到下一支球隊 工程師 這可能是這一集的重點 他們今年離隊的成員 曼蓉、君白、Wendy、珊珊 其中 曼蓉跟君白被中信給拉走了 我覺得你可以把真Wendy給簽下去 這我完全不反對 但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只能說 新賽季 中信特攻 我 很有可能買票進場 剛剛講完了他們離開的成員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新加入的慕斯女孩 Jo Trina 辰辰、張愛、子竹、詩雅、翡琪 當然這裡面新成員就有名將啦 包括Joy是這個UniGirl 跟慕斯女孩雙七 那另外Trina就是 大家很熟的胃泉龍的口水 辰辰她有一種混血的氣質 混血感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跟這個原本就在正宗的玫瑰 有一個呼應 我個人分享啦 你剛剛都點到我想講的 我這邊兩個關注重點給各位 第一個是辰辰 一開始你打開她的IG 你會覺得哇 她超可愛的 然後還保有那種 學生時代的清純感 那第二個是 子竹 首先第一個 她非常有 IDOL的感覺 你一打開她的IG 你會覺得她是什麼 欸是名模嗎 第二個是她非常有仙氣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她有一張穿著制服的照片 我覺得 那完全就是你 彷彿回到校園時代 你看到她 你會一見鍾情 暗戀善你的人 進入到我們中台灣 曾經兩度拿下 PLUSD最佳啦啦隊 FORMOSA SEXY 目前離隊的成員 有少顏跟千千 新加入的有 小獅小賀 柔柔 叔叔 Chelby Like Momo 塔塔 飛飛雷雷 在去年賽季的時候 FORMOSA SEXY 年度最佳啦啦隊的頭銜 被富邦Angels給搶走了 從這個補強的力道 還有人數來說 可以說是卯足了權力 想要把這個頭銜給補回來 因為加入的一些成員裡面 不乏這種 在終止闖出名堂 而且本身就很有人氣 自帶流量的這些成員 人數變多了 然後再加上他們原本就自帶流量 我覺得今年 他們的氣勢是非常強的 接下來要進入到 南部 雅典娜女神 他們今年也算是一個 大更新了 敵隊的成員有 欣恩 茵茵 穆菲 陳琳 妹妹 莉莉 邦尼 林真 新加盟的有從國王來的 余曉雯 蘿拉 瑞尼 Maggie 雅米 陳瑜 吉拿 身為高雄駐場求憑的我 必須要先講 一個蠻可惜的點 就是去年才剛加盟的邦尼 我認為他是一個 蠻有潛力的一個 啦啦隊新秀 沒想到待了一年就走 而且我也不懂 他們今年為什麼會突然大改組 在講新進的成員之前 就是還是要先講一下 Dora升任了 雅典娜的隊長 Dora能不能夠 率領 這一支南部的勢力 向北部的團體來挑戰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鋼鐵人 最值得期待的一個部分 除此之外 你提到了新的成員 當然 余曉雯 他在國王的表現 我覺得也是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也都蠻喜歡他的 我覺得可以特別關注的一名新秀 他叫做陳瑜 在2005到2008年間 有一名大家非常關注的 叫做小雨的網美 16歲就坐擁400萬粉絲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他 我覺得這一名陳瑜 第一眼的感覺 有讓我想到這個小雨 有一種親切感 雖然不是他 但是讓我夢回2005到2008 那一段青春的美好歲月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一個 年度啦啦隊的預測 我先說一下我個人的想法 我先公佈我的好了 新北國王非常有機會拿下年度啦啦隊 雖然說剛剛在介紹他們新進的成員當中 我沒有多說什麼 可是的確在現場 我們這個賽季看他的舞蹈 我認為應該要給他們一次年度啦啦隊 前幾年夢想家的性感 我們已經很認可 然後到去年富邦帶一種甜美 可是國王這種屬於有點力道兇悍的 我認為在今年是非常有機會去展露頭角 拿下這個年度啦啦隊 所以我會把預測給他們 我認同你 但是我要跟你投下不一樣的一票 大家都知道 我來自南台灣 身為南台灣的小孩 我必須把這一票投給 雅典娜 所以你認為雅典娜會拿下年度啦啦隊 認不認為是一回事 但是身為一個南部小孩 加上Dora腦粉 在他升任隊長之後 不管任何理由 都要投給雅典娜 真是配不到無敵投敵啊 請就去我們叫你生打可可 好那接下來要公佈 兩個人心目當中的年度 Top3啦啦隊 我的第三名 我要投給富邦的卡洛琳 我先投卡洛琳贏了一票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推了一把到啦啦隊裡面的新秀 我們總要給他一些支持的能量 所以我第三名要投給卡洛琳 第二名 我覺得會有點讓人意外 我要投給 我覺得夢想家他是一支 可以讓很多不同的風格女孩 有發揮空間的一個隊伍 法法他是屬於這種熱愛水上活動 熱愛衝浪 骨銅色肌膚的女孩 還有他的身材其實是 非常的 健康 對 健康的 你是不是想不到形容詞 被我抓到了 就有一句話 我自己看到法法的話 有一點點盧盧米的那種感覺 那我的第一名 我想給的是 成語 理由我剛講過了 讓我有一種 回到自己還是高中生那種感覺 那我是走一個比較情懷派的 看到現在的新的啦啦隊 居然有人可以讓我找回這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把第一名投給成語 我會把我的第三名給子豬 因為他的風格真的在啦啦隊裡面 我覺得很少有 很少見 然後加上他是新人 我會有一點點希望說 看到新的勢力 慢慢的崛起 第二個我會給工程師的喉芳 雖然說他是原本就在啦啦隊當中 可是 我不知道什麼 就是在風格也好 或是自信上面 我認為是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是有讓我注意到他 最後一個第一名 我必須還是得給 慈妹 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嗎 哪個難得不是這樣啊 笑什麼 我覺得慈妹很難得的一個點是 啦啦隊現階段 有一點 大家都會想要比 看誰比較辣身材比較好 他算是 極少數以甜美派 活潑外相派 讓大家 加深非常多印象 然後你看他的IG 他也不會因為 追蹤人數變多以後 然後都不敢 PO一些 半醜的啊 或是搞笑的影片 讓我的感覺是還蠻做自己的 所以在我心目當中 他依然會是 啦啦隊的他不安 看完今天這一集的 啦啦隊 戰力大評比 也歡迎各位在下面分享 你們認為今年 有哪些新進的啦啦隊 是值得注意的 可以幫大家直接打出他們的IG 讓所有人可以方便搜查 或者是說 你們也可以分享 你們認為 誰會是今年的年度最佳啦啦隊 那我們非常感謝今天邀請到我的partner 青青主播來一起跟我們錄這一集 這以上都是我們個人的前線 所以也不用為了這些話題去做爭吵 那就是非常主觀的判斷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幫我們按一個讚 有什麼還想要看的題材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只要你們敢留 能拍的 盡力滿足你們 好 感謝青青主播 好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